如果我告訴你 假如歷史上不曾出現某一位奇才導演 拍了一部空前絕後的電影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電影 會有截然不同的樣貌 而且會少了許多創新 難以進步 你會相信嗎? 當然也許會覺得 怎麼可能有任何一部作品影響如此深遠 甚至是公認最偉大的作品 不過事實就是如此 沒有1941年的大國民 也不會有現今絕大多數的神片 而影響如此深遠的作品 背後近乎悲劇性的故事 為什麼直到現在才拍出來? 大家好,我是超粒方 I don't really like movies 但是讓我來告訴你 我去年少數喜歡的電影之一 歡迎各位厭世仔們 回到這個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點一下訂閱鈕就能加入這個邪教 本集由486團購獨家贊助播出 感謝大哥持續支持這個頻道推出影片 沒有錯,今天我們要來研究的 就是David Fincher 睽違六年之久的第一部電影 《漫客》 我是個超級David Fincher粉 還記得當年 《控制》就是我第一部在YouTube上做的影評 你現在應該已經找不到了 不用搜尋看我當時的稚嫩形態 你應該至少聽過他的大多數作品 《鬥陣俱樂部》 《火線追氣令》 《社群網站》 還有 《異形3》 而在他的影居期 由他所指導的紙牌屋 與破案神探 當然都是叫好又叫做的影集 而這一次的主題 跟他以往的題材有天壤之別 拍攝有他已去世的父親多年前的劇本 大國民 絕大部分的創新與成就 都被歸功於當時只有24歲的天才導演 Orson Welles 但Fincher老爸 卻把焦點放在這部傳奇作品背後 幾乎被歷史遺忘的編劇故事 Herman Mankiewicz 人稱Mank的故事 首先 如果你沒有看過大國民 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作品 足以被冠上史上最偉大的電影 這樣的稱號 讓我稍作介紹 我們看到一名男子Charles Foster Kane 傳奇的一生 電影先是直接從Kane的死去作為開頭 接著就是他生活周遭的人物 試圖去揣測他最後遺言的真實含義 從他小時候被貧困的父母送去給富豪領養 到他青年壯志開設報社的理念 迅速成為富可敵國的大亨 到了中年開始放眼政治 原本前途無量似乎是人民的舊性 但是卻在選前爆發外遇緋聞而瞬間跌落神壇 沒錯80年前光是有外遇就足以回了你的政治生涯 在那之後他把情婦扶為政工 轉而全心投入他的歌劇夢 甚至建造了一間歌劇院 更是建了一棟足以媲美迪士尼的夢幻城堡 然而來到Kane的生命尾聲之時 他龐大的野心以及慾望終究崩垮 妻子離散帝國衰退 最後他就如此在龐大空極的城堡之中孤獨重老 以一部40年代電影來說 大國民當時在各方面都有極大的突破 對於拍電影的本質做出了眾多個性 譬如因為Orson Welles的舞台劇背景 在拍攝大國民時就打破不少 當時傳統好萊塢的江湖規矩 能夠看清楚前景後景的身交 流暢的運鏡以及長鏡頭 有如印象派的強烈光影對比 又或者大國民的非線性敘事 與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 也在當時是眾多製作人 都認為觀眾無法看懂的 當然這些電影元素並非完全前無古人 但在大國民中 卻是第一次被運用得如此完整 更如此貼切地結合劇情 最著名的中心象徵 也就是整部電影的第一句經典台詞 Cane的死前遺言 玫瑰花蕾 相信有看過一集玩家的人 都會依稀有印象 你就是那個玫瑰花蕾 而他最大的悔心是 失去他的唯一 玫瑰花蕾在演完整部電影後 才揭露他實際的意義 我們才知道那是他最早 還沒被父母送走前 他所玩耍雪橇上的字樣 可說是象徵著他在這些年來 一直找不回來的純真 與被愛的安全感 我無法光用言語形容 這部電影多麼有力 你必須親眼目睹 不過就如同許多經典電影一樣 大國民在當年只贏得了 一項奧斯卡獎 原創劇本 而編劇Mank在那之後 就再也沒有出過知名的作品 短短10年內 就因為酗酒並發症過世 將近80年後 David Vintrae就用 刻意仿照40年代電影的風格 來重現當初編寫這部電影背後的故事 這邊都是那些文青會看到高潮的手段 像是用黑白攝影機拍攝 還刻意調轉畫質 加上只有那個年代會出現的膠片痕跡 你去看它 你能看到這些小點子 進到右邊的角度 在這部電影中 我們稱它們是 啤酒店 似乎不那麼緊湊的剪輯手法 和單身道的聲音特質 都為了營造出復古氣氛 但是大國民背後的編劇故事 究竟有什麼重要性 Mank的真人真事 如何連結到史上最偉大的電影身上 就讓我來跟你說說 編劇Herman Mankiewicz的另一位熟人 名為William Randall Hurst 是一位報紙大行 如今雖然大部分的人 都沒聽過他的名字 但他可說是當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不僅用了自己的詮釋在暗中影響選舉 也建造了一棟驚人的城堡 有著一個演員情婦 Marian Davies 你開始玩連連看了嗎 沒有錯 大國民的Charles Kane 完全就是William Hurst的翻版 但是為什麼曾經在餐桌上 坐在Herst身旁的Mank 會不惜自己的名聲與社會地位 寫出如此針對性的劇本 雖然說藝術家都很愛搞Drama 但是這未免也太激烈了吧 有人說玫瑰花蕾是對於 Marian Davies的下題暱稱 這個 我是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變成玫瑰花蕾 我去聞聞看我到現在都還沒開的蠟燭好了 在我們開始討論這一切之前 讓我先回答你最想問的問題 我到底該不該看這部電影 如果你沒有看過大國民 這輩子也都沒打算看 那絕對不要 如果你看過也覺得還不錯 那也許可以看一下 怪了我在標題說這部電影可以直接預約奧斯卡 為什麼卻給出如此評價 有看過任何David Venture電影的人 大概都會知道他的作品往往最吸引人之處 就在於鋒利的猶如瓦雷利亞剛見的對話 緊繃的就跟你媽的瑜伽褲一樣張力 以及猶如強迫症的拍攝細節以及運鏡 平均一個動作可能會拍個50次 甚至是有超過200次的 抱歉不是猶如強迫症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位強迫症導演 據Brad Pitt所說 他看電影的時候還會從頭到尾喃喃自語說 這邊不應該這樣拍這個構圖不對之類的 但是 可能是因為這是David Venture父親 Jack Venture編寫的劇本 可能是傳機片的形式 這部片似乎是更有人性 但是卻也沒那麼緊湊引人入勝 你甚至可以說前半段漫無目的 其中雖然同樣也是充滿機關槍式的對話 以及機制的來回互動 不過大部分都是逐漸描繪出各個角色的輪廓 而不是推動什麼實質的劇情 假若你對於那種年代的好萊塢文化沒有情感 或是對於大國民不熟 其中更是有超過一半的對話 都會聽起來像是內梗 所以如果你打開Netflix 期待看到一部David Venture電影 那恐怕會有些失望 但是我也認為這部電影不僅是對於那個黃金年代 以及這部傳奇電影的情書 更是一個映照現代社會和影視產業的謹慎 更是一個創作人對於殘酷現實無力回天的呐喊 電影中就演到了Mank親自目睹了米高美製片公司 為了阻止支持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候選人Upton Sinclair 而製作了一系列的假新聞宣傳影片 其中的白人信誓旦旦地說Sinclair是對於私有財產的威脅 而黑人和惡國人都說Sinclair同志會是人民的救星 你不用想也知道當時大眾看到影片之後會選擇站在哪一邊 而Mank的朋友就是為了讓自己未來能夠獲得導演的機會 而接下來就違背良心的工作 最終在Sinclair敗選之後因為良心不安而隱淡自盡 諷刺的是這種事在現代仍然持續在發生 這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卻也是個操弄人心的假新聞時代 看看我講過好幾次脫歐背後利用個資來打出針對線廣告的手法 或者人們如此輕易地相信自己看到的第一個聳動資訊 只要我看到的新聞或是評論符合我本人的觀點 我才懶得證實無論有多麼荒唐它就是對的 有誰那麼容易被操弄你問 但確實就是有 人們為了維護自己既有的觀點 而不自覺選擇相信一些越來越荒唐的資訊 兩邊都一樣 所謂1930年代的人相信金剛有十層樓高 相信Mary Pickford這40歲仍然是處女 這是電影裡面的台詞不要來找我 相信那些宣傳影片上深無分文的移民 以及支持Sinclair的共匪 現在2020年資訊發達的時代還是有人相信 請在此自行填入答案 最悲哀的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這個現象做出任何真正的改變 即使你已經寫出史上公認最偉大的電影劇本 外在的世界還是照常運轉 上層的權力遊戲與蠢蛋進化論還是天天上演 其中最精彩的橋段就是電影的最後一場戲 Mank喝得爛醉來到Hurst派對 開始洋洋灑灑地說出他最新的電影點子 一個現代版的唐吉何德 但是以往說話最銳利蛇灿蓮花的他 現在卻讓整個大廳一片死急 他開始說證明唐吉何德是個報紙大亨 曾經富有理想 但是卻因為自己的權力而逐漸腐化 那選求愛的渴望反而是讓他越顯孤獨 當然他在暗指的人很明顯就是Hurst 而這個現代唐吉何德的故事就是他的畢生之作《大國民》 但是在這一連串演說 在幾年後真正寫出劇本之後 難道真的改變了什麼嗎? 不,Mank充其量只是被定位成宮廷小丑 他本人才是那現代版的唐吉何德 對著根本不動如山的事物發怒 以為自己因為犀利的口才握有無窮的力量 但是在其他人眼中他只是個仇教 看著Mank在眾人面前侮辱他的Hurst 卻是完全不動聲色 其他客人自行離去 直到Mank說完之後 他才悠然的起身,親自送他出門 在過程中 Hurst還講了一個街頭手風琴藝人猴子的預言 這個猴子身形瘦小 原本生活於野生世界 當然會受到周遭世界的刺激 但是每天早上他的主持人都會幫他穿上華麗的服裝 掛上一條精緻的項鍊 每當他進程表演時他都心想 我一定是什麼大人物 猴子以為他身旁的可憐手風琴藝人 是因為他肯跳舞才能表演 只要他不跳舞這藝人肯定得餓肚子 而每次只要我跳舞 這藝人無論願不願意 一定得演奏音樂 如果你的連連看進度還跟不上的話 容我說白話 這隻猴子就是Mank本人 他自以為到處以諷刺的方式 制衡不對等的全副地位 在作品中批判一番自己看不順眼的人物 就能夠把人從神壇上拉下來 然而這邊Hirst卻深深讓他了解到 他的手還是舉著一直沒有放下 但是他過去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 助長了他所試圖垂倒的高牆 也就是好萊塢這個腐敗的產業 而如今他即將連這個最後的話語霸權也沒了 這絕對不是什麼樂觀或是激勵人心的訊息 但是有時候認清事實更為重要 就如當間的政治脫口秀 很多時候只是更為加深彼此的隔閡 傳奇主持人John Stewart當初會轉身走人 就是因為他意會到他尖銳的諷刺 並沒有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只是讓那些同意他的人拍手叫好 那些不同意他的人更為咬牙切齒而已 許多傳記片傳達的都是發人深省的勵志故事 即使結局是個悲劇 主角至少還是靠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些許改變 而Mac確實是寫出了一部偉大的電影 甚至是最偉大的電影 但是從大國民推出到現在的80年間 難道好萊塢不是越來越朝他鄙視的方向沉淪嗎? 就像米高梅的老闆在電影中所說 我才不想教育觀眾 如果我想傳達訊息的話 我早就去找電報公司了 這一切也不能只怪罪於事前如命的電影公司 當時經濟大蕭條生活越來越困難 觀眾只想尋求更開心更能放鬆的歡樂電影 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當然並不是所有觀眾都只求膚淺的娛樂 但是電影的整體走向 已經越來越像是服務粉絲的遊樂園 而不是讓創作者揮灑的藝術 我很想跟你說Mank其中有什麼正面向上的主題 但是這不是一個心靈雞湯頻道 這更不是一部心靈雞湯電影 只有隨時保持警戒 仔細審視自己眼前所見耳邊所聽 我們才能夠真正讓下一個Mank的聲音不被埋沒 畢竟在我們花錢走進電影院後 這些作品仍然屬於賣家 但是我們這些買家 能夠選擇什麼作品值得被記得 這才是電影的牧力 現在幫我點一下畫面上連結 觀看更多影片就是最大的支持 也記得訂閱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影片 Movies are Dead, Long Live Movies 我是超粒方,我們下部影片見!